为了表扬模范母亲婆媳社区环保志工妈妈 新城乡公所办理了表扬活动 向南河里台亲自表扬了模范母亲们 而现场徐政卫也特别到现场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新城乡公所8号举办140年度模范母亲 模范婆媳及环保志工妈妈表扬活动 现场徐政卫、现场河里台、现场下面代表会主席陈秀林 都前往线上祝福 现场徐政卫表示五月是温馨的月份 母亲节在每个人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用一生的毅力执着与包容给予我们宝贵的生命 还帮我们每一段成长过程养方而知父母恩 我们唯有亲身走过才能够深刻明白母亲的伟大以及清劳 我们怎么会知道当母亲这么的伟大 母亲的特质就是毅力执着包容 所以在这里真为要感谢所有全天下的母亲 把我们的家庭顾好 永远是自己摆造最后 永远没有想到自己 请尽所有的心力 就是希望把家庭兼顾 以及让我们培育的子弟 都能够成为国之洞梁 社会之翘楚 社会安定的力量 也让社会更核心 新南下的合理台 新南下面代表会主席陈修林 先衍生宝秀 秋光明也共同祝福母亲节的快乐 母亲对儿女的重要性 生儿一名 相夫教子 让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另外一半 家人没有后顾之忧 能够在外面来打拼 母亲是一个家庭中的一个支柱 世纪的母爱的小孩子是最可怜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份知情 对母亲时时刻刻的关爱 我们要及时来行孝 秀宁在这边特别的在此恭喜 可以说是十字名归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只是对小孩的表现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每位妈妈都是小孩子的避风感 每位妈妈的伟大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最后秀宁就祝福我们全体天下的妈妈们 母亲嘉洁愉快 真的非常恭喜我们今天接受表演的 某某婆媳某母亲还有环保志工妈妈 刚才乡长有特别特别的肯定 我们新城乡所有的妇女姐妹 我感觉予有荣誉 难得乡长肯定我们新城乡所有的妇女姐妹 真的母亲节的这个大家家庭能够圆满的话都要靠母亲 因为有母亲真好 因为大家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母亲的话 真的那种那种感觉 真的而且今天又表演我们婆媳 前年下公所办理模范母亲 模范婆媳及环保志工妈妈表演活动 乡长和理大亲自颁发扁额 看来新花束以及礼品给我们一位获奖的母亲以及婆媳们 而受奖的模范母亲有十位 模范婆媳七对 原住民模范妈妈十二位 环保志工妈妈十八位 共计武士人荣获殊荣 现场更准备了精彩表演 让大家宽度一个快乐的母亲节 接着讲语 休靡相报道